AI這一波其實有很多人不知道要幹嘛 對 就是說 啊AI很厲害耶 可以翻譯可以 可以翻譯可以 對就是 這可以 不是啦 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是 對於我來講 到底至於我是這麼的影響 是的 那 那 我現在講的不是說 我們要用AI去取代 能力 或者是降低cost 而是 我們要去理解說 我們其實也許 我們 怎麼樣 組織再造 組織優化 組織的效率怎麼提升 因為你不見到才能 但是你只是把效率提高了 讓大家 早點下班 或者是 把一些重複的工作 讓大家不是那麼痛苦 是 其實 我覺得是這件事情的核心